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 不能单靠自己来应付 往往需要别人的帮助 例如生活上的需要 以及有关事业健康的重大抉择 有些援助 可能是来自卑微的小人 以色列人来到旷野旅程的中站 面对大城耶利哥 为要攻下这城 必先派两个探子去打探虚实 探子得到城中一个小人物 妓女喇合的帮助 没想到 喇合竟成为攻陷耶利哥城的关键人物 喇合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 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 喇合把两个探子收藏在房顶 后来用绳索把探子从窗户坠下去 救了他们 并约定工程时 喇合以珠红色线细在窗户为祭 救喇合一家 探子回报约书亚说 耶和华已把迦南地交在我们手中 工程时刻已经成熟 从喇合帮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段世纪中 我们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 上帝会用不同恩赐背景的人 成就他的计划 在以色列人眼中 喇合只是一个外邦的罪人 他竟成为以色列人 攻陷耶利哥而进入迦南地的工程 上帝也会使用任何卑微的人 只要我们顺服他 愿意做他的器皿 第二 喇合的信心让他敢收藏探子 因而帮助了以色列的大军 他知道耶和华是大能的上帝 正如西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所写的 既女喇合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由此可见 不论我们在人眼中是多么卑微 只要存着对上帝的信心 必能成大器 为主所用 第三 喇合信心的结果 是使以色列人成功的 攻取迦南第一大成耶利哥 他也因此全家得救 更重要的是 在马太福音一章五到六节的记载 喇合成为大卫王的祖先 也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祖先 喇合是多么蒙福啊 让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主耶稣 卑微将士 服侍世人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救恩 天父啊 你借着卑微的喇合 他的信心 使以色列人得以攻取 耶利哥城 进入你应许的迦南美地 求你使我不要因自己卑微 而失去进取和服侍的心 要凭着信心 知道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 使我凡事都能做 并且能完成你托付的使命 就是去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 天父 求你使我所接触的亲友 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以致全家得救 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祷告时刻自五月初开始 鼓励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用email 与我们分享你需要带导的事情 大家一起带导 愿神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